吃飯吃麵各有所好 但喜歡吃米飯的人 似乎是越來越少 根據農料書統計 在1980年代 平均每人每年的10米量 有98公斤 但到了2016年 掉到只剩下44.5公斤 虽然2019年有稍稍回升 但到了2020年 只有44.1公斤 逐年下滑 農委會三年前 祭出8500萬 搶救米飯市場 被立委質疑 這錢沒花在刀口上 要推廣大家吃米飯 像喝咖啡那樣很有質感 很有Sense 陳吉仲也承諾會更努力推銷 不過說到推農產品 我們陳主委真的很用心 但有時候似乎有點用力過猛 今年3月初 因為戰爭導致的鮭魚慌 當時陳吉仲是這麼說的 魚類有很多的替代性 那我想吃國產魚的話 也有很多豐富的蛋白質可以來替代 吃不到進口鮭魚可以吃石斑魚或台灣雕 而先前小麥價格上漲帶動麵粉 麵包價格跟著走揚 陳吉仲喊話要大家多吃炒飯或是飯糰 被立委痛批是現代禁會地 4月中為了緩解高鐵雲家難斷的呈現危機 陳吉仲又喊出喝高粱來救高鐵 力推台灣農產品但每每爆出的金句語錄 這都讓農委會主委成了最有效果的 廣告招牌